15支队伍今早聚集在赛城多媒体大学 摩拳插掌准备一场接力大赛 但这场不是人类的对决 而是Vax机械人的交锋 有别于电影上人模人样的机器人 每一部机械只是简单的干架 无论高度达到人类腰部 或是只有小腿这么矮小 机械人上战场前都经过一系列测试 练就一身铜皮铁骨 还要能承受重力 能屈能伸 这里就是中级别和高级别的战场了 在这里的机械人必须在限定的两分钟里 把这个圆锥体从一个地方搬到指定的地方 那除了个人赛 他们还必须一对一 甚至和其他机械人联手来一场二对二的战决 相比起中高级别初级别的战场更小了 在这里的机械人必须在限定一分钟里 把圈体挂到柱体上 中级Vax Robotics和高级Vax U 都是使用铁架机械人 只是两个级别玩法略有不同 包括遥控器的数量等 初级Vax IQ的机械人则是塑料材质 任务也较为简单 同级别的美智队伍使用同样的组件材料 白花齐放的便是编程语言和取胜战略了 但并不是快就厉害 机械人的动程和移动等都是评分标准之一 它有很多种方法是贴那个红色的 可是我们不要贴那种 因为它的分数算到来 不管 因为它的时间也是没有这样好 所以我们想一个方法 是直接用拿了那一公斤的base 回去我们的Zoon 拿到最高的分 所以一开始我们只有那种小个这样 然后我们第二代是 这个是在上面的 然后我们为了让它更坦白的话 我们就放下来 改了很多次了 改了很多次了 改了我们昨天才会改 昨天我们还改了 作为展现 STEM梳理科技教育成果的平台 参赛队伍不只是需要完成 机械人这么简单 还必须懂得和评委呈现设计概念 可见这门教育 不只是把科学和工程 结合起来这么简单 学生必须把理论和实践融汇贯通 从更多视角 认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比赛结果将在明天出炉 在各级别脱颖而出的冠军 将代表我 我参与4月25号到28号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举行的 Vax机械人世界锦标赛 争取最高荣誉 巴都空间李运祥 雪兰儿赛程报道 大家来个视频 中文字幕继续 Rover